大家好,今天是8月16日,星期三 今日大市又跌了,跌跌跌跌跌,大家都没什么心机 不过没什么心机之余,要细心留意些东西 因为往往是起点没心机时就起变化了 留意什么东西呢? 留意这个是北水 北水,你看到这条架壁式线,这边慢慢上升 其实我们也看到这几天,也有几天连续北水是上升的 跟这些日子开始有些好像迟了 当然,还需要累积累积累积很长时间 事件底是在这里,去年的10月底 即是北水累积了差不多十多二十天才发力上去 所以在这里也有一件事,当然也希望 一个美好的历史可以重演 大家留意这里 再次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版块 当然没什么好看 这些是媒体、煤炭、黄金和农产品 这些都是小小的板块 不足以带动任何东西 再次我们来看看整体个别股票的表现 从这方面来说,很简单 凌普基金、腾讯、腾生中国企业指数、阿里巴巴、 中国平安、比亚迪、夏布朗都下跌 那是不是有多少什么呢? 有个微盟集团 因为港部等等那样东西又是好一些 那就是碧桂圆 又不能死,又升了一些 碧桂圆服务又升了 在这点里来说 我们来看看是否它的压力可以被解除 还是只不过因为跌得多而的板弹呢? 这个可以大家留意 好了,再跟着看完之后 我们来看看恒生指数 期指 期指 现在就跌了下来 之前也说过 第一,我们来看一个双形走势 这个位置 双形走势这个位置 好吗? 现在双形走势这个位置 我们看到就说 是这样跌的 跌 升 跌 升 现在又 咦? 是不是已经跌到底呢? 这个需要大家留意 很简单 接下来 两天之内 两天之内 应该有些阳烛 是上升的 今天 都已经是出现了一样东西 就是稍微是升了上去 这个就是 这个 我们来看看 这里 是已经稍微站定 类似就是这里 如果它能够明天 或者最迟后日 再跟着上升 上升 上升到哪里 上升破 这个是18750度 这个位置 这样 时 就会开始另一转 回升 这样 暂时只可以作 这样的 是希望 如果不是的话 它继续跌下去 又将它怎么样 没有了 跌下去 真正很可憐 这次 因为已经是属于三底 而破格 在这点里 我们只可以说 一等来的两天 情况 会不会好转 或者 今天下午 会不会见到有好转 尝反去 补充这些位置 今天有什么要留意 第一 留意一下 维他奶 维他奶 之前 稍微 早一点 说出两天 第二天